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崔童 首先来看头条新闻 歼灭呼罗山美国先发制人 美国与阿拉伯盟国22日夜间 首度在叙利亚 对凯达细胞小组呼罗山组织 发动了八次空袭 呼罗山组织显为人知 是伊朗的一个地名 由经验丰富的凯达组织 资深成员构成 23日奥巴马在白宫发表声明 表示空袭是反对IS联盟 共同行动的一部分 移民抽签10月1日至11月3日 开放登记 2016年美国移民签证抽签 于10月1日开始登记 出生在港澳台地区的居民 都可登记抽签移民 今年的登记时间 自美东时间10月1日上午开始 直到11月3日正午结束 所有申请者必须透过网站在线申请 官方资讯请登陆国务院网站查询 中国制造假假照涌入美国 中国制作的假假照涌入美国 每张售价150元 制作工艺精致几乎已假乱真 各州和联邦部门希望封杀假假照的贩售渠道 CBS报道假假照藏在茶叶箱或者和珠宝混在一起运来美国 购买假假照的人将面临风险 未成年人如果购买 待他们成年后申请假照时 假照将被吊销一年 部分大学生因为购买假假照而被停学 美中一起领导抗暖化 奥巴马总统23日在联合国召开的气候变迁峰会发表演讲 敦促各国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 他对与会的中国副经理张高丽说 美中两国在领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要承担特殊责任 奥巴马在峰会上保证 美国将大幅减少碳排放量 2020年的排放水平将比2005年降低17% 加州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州长布朗签署了11项应对全球暖化的州法 规定低收入居民购买清洁能源车可以获得退税 并向15000辆清洁能源汽车发放快速车道的许可 州长布朗认为 加州在全国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表率作用 经济不但得到恢复 而且增速比全国更快 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